这是世界上最大的9台坦克 第一名一炮可以轰炸半个城市 坦克作为是陆战中最主要的作战力量 各国都在提升坦克在战场上的作战性能 在陆地战场 坦克的重要性无人能及 他们一出场就如钢铁巨兽一般 即使面对威力再猛的武器 他依然可以以王者的姿态藐视众生 那么今天俗人带领大家盘点 9种世界上最大的坦克 我国99A未能夺冠 第一名的位置至今五人喊动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 长按点赞三秒 给苏人一个霸气的鼓励吧 第十名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英国在挑战者1的基础上 改良而来的最新款主战坦克 挑战者2的全长是1.55米 车长8.32米 车宽3.71米 它的公路行驶速度59公里每小时 巡航里程450公里 在炮塔的设计上 它采用了隐身技术 并且取消了炮塔外部杂物箱的各种装备 在炮塔设计上 挑战者2换装了一门55倍径的现场炮 这款炮 躺耐磨能力大幅度增加 不仅延长了使用寿命 而且发射的触始速度也有所增加 在火控方面 它也大幅度改良 并且加装了一具法国全方位的独立瞄准镜 搭载了一具热成像设备和激光检测仪 在数据链上面也进行了升级 除了主炮之外 它还携带了一挺7.62毫米的同轴枪 和一挺7.62毫米的防空枪 挑战者2是世界上第一种具备猎杀能力的坦克 第九名 美国埃博拉姆斯M1A1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美国通用动力部门 为美国陆军设计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它最主要的改进 是换装了一门120毫米口径的坦克炮 除此之外 它还有很多细节方面也进行了改良 比如它在原来坦克炮打的基础上 焊接了80毫米的钢板 另外也改装了夹层材质 它的防穿甲能力很强 在防护能力上面成为第三代坦克中 水平最领先的存在 这款坦克全长9.83米 宽度3.66米 全高2.73米 战斗部中54.4吨 公路速度高达72.4千米每小时 副武器方面 采用了51倍径的悬膛炮 在海湾战争中 这款坦克由阿拉伯国家首次投入到战争中使用 它可以在2000米之外的地方 轰击敌人目标 因为在美国对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 展现出超强的机动和精热火力 被评为是全球最佳的主战坦克之一 第8名 以色列梅卡瓦斯主战坦克 它是以色列在70年代研制生产的一款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一共有四个类型 并且梅卡瓦被以色列多次投入到和他国的战争中使用 是世界上实战次数最多的主战坦克之一 梅卡瓦斯主战坦克上装备了一门以色列自行研制的120毫米滑糖炮 它可以发射多种炮弹和制导武器 这款坦克在动力方面搭载使用了柴油发动机 后面装备有摄像头 激光测距仪和红外夜视系统等多种观测装置 这样的装备让梅卡瓦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 都可以锁定到目标 并且拥有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梅卡瓦斯主战坦克可以配置48发炮弹 每一发都可以存放在一个防火的容器中 这样即使被击中也不会发生爆炸 它还安装了一种先进的自动灭火系统 即使其火也不怕 第七名 日本伊陵式主战坦克 这款主战坦克是日本三菱重工生产研制的 日本最新一代主战坦克 它是在新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 所研制开发的一款武器 并且于2002年研制出了第一台原型车 2012年开始在日本陆军自卫队正式服役 这款伊陵式在技术上采用了多种革命性的新技术 在外观上 这款坦克与传统坦克非常相似 技术上运用了大量先进的科技 它的整体长度9.42米 宽度3.24米 高度2.3米 重量44吨 动力上采用了水冷柴油引擎 速度70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程440千米 武器系统方面是日本自行研发的一门120毫米的滑糖炮 辅助武器是在车顶上搭载的一门波朗宁M2中枪 还有一挺740车载枪 这款主战坦克从诞生开始 它在世界的排名和知名度一直都处于很高的位置 第六名 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它是由法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实际上是整合了传统火炮 自行炮 侦察车 以及履带车等多种战车 所研制设计的一款坦克 同时 它还使用了特殊电子系统 预警控制系统等多种设备武器 这款坦克除了拥有M1 鲍尔等现代科技中最精锐的坦克所必须的杰出特点之外 它也因为运用了现代科技中比较尖端的科技而闻名世界 这款坦克车身长6.88米 宽度3.71米 车高2.7米 整体全重53000千克 动力上采用了一具超高增压柴油机 公路最大速度 其实1000米每小时 主炮使用的是一挺120毫米的滑挡炮 辅助武器搭载两具枪 它是全球第一款第四代主战坦克 造价高达1000万美元 第四名 德国鲍尔A7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 研制的最新一代坦克装备 这款鲍尔A7主战坦克 在萨托里防务展上首次对外界展出 升级之后 它的战斗部权重 高达67吨 比较适用于传统军事作战 或者是城区作战 德国方面计划将在未来的2030年 用这款鲍尔A7坦克 用来取代德国现役的鲍尔坦克 这款坦克整体长度10.97米 宽度3.81米 车身高度3.03米 最大行驶速度70千米每小时 无际上搭载了一门120毫米的滑挡炮 副武器上一挺12.7毫米的枪 备弹42发 这款鲍尔A7所使用的先进装甲 已经得到了作战测试 其他国家对这款坦克有着浓厚的兴趣 第三名 美国艾布拉姆斯M1A2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美国陆军装备 最先进的一款主战坦克 它搭载了先进的车载系统 以及先进的战场管理设备 它可以在战争中 自动为士兵提供敌我双方位置 后勤信息以及目标数据等多种信息 除此之外 它还装备了先进的防护装甲 这种装甲是美国在得知 以色列在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之后 新开发出来的附和装甲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极强 它的整体长度9.77米 车宽3.66米 高度2.44米 最大行驶速度66.74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程381千米 战斗权重66吨 武器上采用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 可以连续发射400发炮弹 它在2000米的距离命中率高达80% 威力和精准度极高 它的性能十分优秀 但是因为车体和体重过于庞大 一般的道路和桥梁很难承受其重量 第二名 中国99A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我国陆军装备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它是在99式主战坦克的基础上 改进生产的一款坦克 性能方面自然是相比99式 有着很大的提升 它在动力方面有着卓越的性能 操作也更加的灵活 武器上 99A式主战坦克 配备了一门125毫米主炮 车身周围加装了复合装甲 顶部也加装了新型的装甲 这样的改装 让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很强 可以全方位抗击来袭的武器 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的炮火攻击 除此之外 它在火力 机动能力 以及信息化处理能力方面 也是世界最顶尖的 99A式坦克 是根据现代化战争的水平研制而成 在战场上 它可以摧毁敌人坦克装甲 压制火力 消灭反坦克武器等多种用途 它也是中国第一代 具备信息化的主战坦克 第一名 俄罗斯阿玛塔T14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在21世纪初期 俄罗斯设计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阿玛塔主战坦克 是世界上首款采用了 无人遥控炮打的一款坦克装备 车上可以搭载三名士兵 三名队员全部集中在坦克前面 阿玛塔主战坦克 采用了最新一代的爆炸反应装甲 它的性能超过世界上现有的 所有爆炸反应装甲 在战场上生存能力很高 它的整个战车全长 10.8米 宽度3.6米 车体高度3.3米 车重55吨 最大战斗权重65吨 动力上 采用了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功力速度高达80到90千米每小时 即使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 它最大时速也能达到70千米每小时 武器上装备了一门全新的 2A820 125毫米的滑糖炮 它的威力巨大 一炮可以轰掉半个城池 除此之外 还搭载了一挺7.62毫米的铜轴枪 以及12.7毫米的高射枪 它的装甲具备耐寒性 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中执行任务 你们还知道全球哪些威力巨大的坦克装甲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